仪式被破坏了 当那只已经在轮回中循环了半个世纪的女王未对不知为何突然打破循环的时候 当仪式大厅的生变之门被入侵者炸毁的时候 当一群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家伙跑进大厅的时候 当那预定的祭品 却当这元素支持的面把自己献祭给绿色火焰的时候 这崇高而终极的仪式便已经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现在 异教徒冲进来了 破坏者在疯狂屠戮圣主的追随者们 摧毁这几十年的艰辛经营 你都做了什么 身池中心 那容貌如金发年轻人一般的教徒首领在狂怒中发出吼叫 他的身躯陡然拔高 在黑色泥浆的支撑下 化作了一个肿胀而可怖的巨人 他向着阿加沙挥出手臂 无数荆棘与古刺便从池中迅猛生长蔓延 铺天盖地地涌向那仍然在烈焰中助力的守门人 然而所有的攻击都来不及触碰到阿加沙的躯体 便在那幽灵绿燕的灼烧下瞬间变成了灰烬 那诡异的火焰反而会沿着灰烬的轨迹逆向蔓延过去 逐渐焚毁你将支持周围的献祭符号 亵渎物品 并向着池中燃烧 阿加沙则仍然被火焰包裹着 熊熊燃烧的灵体之火已经开始从他体内喷勃而出 他身体上的每一道伤口甚至都变成了火焰涌出的通道 望上去 就仿佛火焰化作液体 流淌在他的血管中 那股烈焰焰身的剧痛不知何时已经退去了 他在火中笑了起来 抬起头肆无忌惮地注视着那狂怒却又无能的一端 仿佛自言自语般轻声呢喃道 阿 我明白了 下一秒 他的眼球便瞬间被灵火焰进 火从空洞的眼眶中向外喷涌 他便用这缝禁的双眼看向四周 看向深池周围那些正陷入巨大混乱的邪教徒 当他目光扫过的时候 所有的教徒都开始燃烧 跟他们共生的恶魔也开始燃烧 大厅中的一切亵渎之物都变成了火种的燃料 甚至连这大厅本身 也开始慢慢浸透出火焰的质感 窜火者赐他以权柄 他以火的权柄终结这里的亵渎 这就是他在自己的眼球被焚毁瞬间 从火中看到的真理 那个位于泥浆中央的邪教徒不足为律 他只是一个完成了自我献祭转化的怪胎 真正维持这里运转的 是那些在泥浆支持周围狂呼乱叫 丑陋畸畸形的一端门 停下 快停下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仪式失控对谁都没有好处 他已经进行道 那已经化作肿胀巨人的教徒首领徒劳的喊叫者 并不断制造出屏障 妄图抵挡正在大厅里四处蔓延的烈焰 然而就在这时 一声枪响又突然从旁传来 打断了他的喊叫 砰 一名穿着半世纪前的士兵制服 手中拿着老式步枪的年轻战士冲了进来 举着步枪向伸持中央那个畸形肿胀的巨人开火 这勇敢的战士下一刻便被汹涌的黑色泥浆吞噬 然而在他身后 更多的士兵正在冲进大厅 从时间上 此刻已经越过了女王卫队反击之战的循环节点 这些幻影中的战士理应全部消散 但显而易见的是 这场循环已经因纳善荆棘大门的破坏而被改变 本应在下一个整点消失的女王卫队 此刻又从循环中回归了这里 并开始进攻这最后的大厅 劳伦斯带领的陆战小队也已经与附近的邪教徒和优祟恶魔们站成一团 他们的子弹都打光了 但他们还有锐利的弯刀和长剑 以及一副暂时不惧死亡的躯体 因此哪怕是面对掌握着各种危险力量的黑暗神官和恶魔生物 他们也如强大的超凡者般不落下风 撑的一声 劳伦斯手中短剑展落了一道飞向自己的骨刺 紧接着又闪身躲过一道差点炸在自己身上的火球 他在烈焰中迈步上前 将一名邪教徒脖子后面的锁链斩断 看着这黑暗神官的身躯迅速化作飞灰 接着便抬起头 看向不远处那个正站在泥江之池前 浑身如火炬般熊熊燃烧的长发女性 姑娘 我们来帮忙了 老船长大声喊道 都是为船长干活的 对吧 你是哪条船上的 他看得很清楚 那个正在火焰中助力的年轻姑娘身上燃烧的是和自己一样的幽灵绿燕 那就显然是自己人了 而另一方面 那姑娘身上的火焰颜色更深 火势显然也比自己身上的更大 那必然就不是一般的自己人 又大又绿 是邓肯船长手下的大人物 劳伦斯船长用他丰富的冒险家经验和船长经验进行了朴素的判断 结论是应该主动跟未来的高级别同事打招呼 阿加莎错愕地看着对面那个正在对自己喊叫的 看上去打扮像船长一样的彪悍老头 你说什么 过了两三秒 他忍不住大声喊道 这里太吵我听不清 劳伦斯愣了愣 转头跟身边的部下确认 他是回应了吧 我哪知道 一场零七七离着最近 这干尸此刻却大喊大叫着 声音中狼狈夹杂着恐惧 他在四面八方蔓延的火焰中间跳来跳去 拼命躲闪着四周横飞的子弹 火球 骨刺甚至是被炸飞的残枝断壁 手中双刀也已经砍出缺口 我是个水手 为什么我现在要在下水道里跟一帮邪教徒拼命 这是陆战队员的工作 上岸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个态度 劳伦斯大声喊道 你那时候兴奋的向各准备截掠城邦的海盗 您说的 我们不是海盗 那我任命你为陆战队员 你他妈 嗯 您他妈 阿加沙茫然地听着那些粗鲁彪悍的水手与船长之间令人摸不着头脑的呼喊交流 看着眼前这混乱至极的一幕 这帮家伙是谁 从哪来的 干什么的 他看到那些陌生人身上燃烧着跟自己一样的绿色火焰 而大厅中的邪教徒跟他们打成一团 又看着一大群像是古代幽灵一样的士兵冲进来到处开枪 时不时有士兵呼喊寒霜女王的名号 这里的一切都超出了他的理解 就仿佛 就仿佛在他选择自我献祭之后 整个世界的画风都变了一副模样 然而很快 耳边传来的一阵呼啸风声便打断了他的胡思乱想 那个肿胀畸形的巨人朝他弯下了腰 一切 已经无法停止 他嘶吼着 全身喷涌着污浊失控的黑色泥浆 那副曾经俊美的 金发年轻人的模样早已荡然无存 如今取而代之的 只是一个大致有着人形轮廓的可不怪物 他的半身遍布着纵横交错的嘴巴 尖牙力尺间传来令人不寒而栗的摩擦与低语 他的头颅则在阿加沙面前缓缓开裂 裂口中遍布着充满恶意的眼球 元素已经彻底侵蚀并取代了这怪物曾经的人类躯体 它已成为那一池泥浆的一部分 甚至 某个更加庞大 更加错乱的意志的一部分 这种杖巨人用他的无数眼睛死死盯着阿加沙 他身边蔓延出的泥浆已经被点燃 火焰甚至逆向燃烧到了他的身体上 然而这怪物却仿佛丝毫没有痛苦 只是一遍遍重复着 无法停止 无法停止 错误 错误 你们已经失败了 阿加沙仰起头 与那怪物对视着 从他眼眶中流淌出的火焰扭曲着周围的空气 你应该能感觉到 所谓的通道已经被切断 镜像和现实之间的反向过程停止了 停止 那怪物似乎因阿加沙的最后一句话而突然清醒了一瞬间 在那无数变异的眼球中 再一次浮现出了属于人类的愤恨 愚蠢 你以为你献祭了自己 我们就没有别的祭品了吗 阿加沙一争 下一秒 他便看到那巨人突然高高扬起了双手 那双手臂骤然变化 仿佛干枯开裂的支插般迅猛生长 分化 变成大片大片的荆棘状结构 并刺入集会场的屋顶和附近的每一条管道 而在荆棘尖刺之间 又有微弱的闪光飞快游走 宛若流营 从这荆棘树从深处 则传来了狂喜般的呼喊 我看到了 我理解了 我明白了 多么伟岸的创造 多么宏伟的蓝图 至为至圣的主啊 我已领悟您的意图 我已领悟 重塑这个世界 对 重塑 我们所有人 以及这世间万物 都会从神的血肉中再次降生 信徒们啊 牺牲的时候到了 牺牲的时候到了 在阿加沙以及劳伦斯率领的陆战小队震惊的注视中 大厅内所有残存的湮灭教徒都开始狂喜的欢呼起来 他们就仿佛真的得到了什么源自真理的启示 在这轰然而起的欢呼中 一个个纵身扑向大厅中央那一池泥浆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我可以把纵身扑向大厅中央那一池泥浆 我可以把纵身扑向大厅中央那一池泥浆